掩护你对他们的认知 当钱包和小哈对骂 此时的元宝像火箭一般冲了过去 对小哈进行攻击 当小哈停止了 他也停止了 当钱包和小哈搁着笼子对骂 大哥走了过去 在钱包的儿边凤凰的叫唤 试图的把他喊龙 当大哥发现这招不好使 于是呢就用爪子拍打钱包的脑袋 钱包被拍的脑袋迷得鼓带 不过没起脑袋就回笼子了 大哥此时一看 实际高好 顺便呢就把笼子给他灌上了 阿尔玛呢这一天皮的油紧了 吊着个包米可拿着泡了 小哈呢是完全没灌着他 马上就把包米抢走了 并且非常顺利的 把包米吊回了笼子 开始享受这个美味 这件事呢阿尔玛一直怀恨在心 所以在下午的时候 他的表现和平时完全不一样 他就是为了小哈抓摇 一直就在找图伯口 其实趁乱的上去咬小哈一口 显然那今天下午的实际并不好 于是阿尔玛很高兴 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小别墓 然后小别墓就开始疯狂的叫唤 当你在这元宝把骨头掉上沙发 小哈呢想把骨头抢走 元宝当然不同意了 小哈呢今天特别犯态 竟然和元宝打了起来 而最让我无法理解的是 赞厨也跟着去咬元宝 啊 谁让你死一咬的 啊 我发现你挺猛啊 啊 以前小看你了啊 啊 你给我滚啊 你开玩笑呢 你就在这吧啊 不能动今天 听不听到 就在这 啊 是不给你关的 啊你个 就像处咋的 非处事就好了 看到阿尔玛的表情呢 我当时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 看到元宝 其实我非常生气 因为呢 毕竟是他调起来的 你看呢 就算是爱马 他都要在这里 看着狗的 然后我又出去 看了一下赞厨 赞厨那是真挺花呀 在这块呢 是一动也不动 阿尔玛这么撩他 他都没动 不能动啊赞厨 听不听到啊 不能动 当我再次返回屋里 发现大哥在小哈笼子里 大哥那感觉呢 好像是去安慰他 当我一回头 看见小别木 他看我那个眼神呢 感觉上就特别的害怕 可是我又没有骂他 难道说我长得这么吓人吗 当我看到元宝 那么多的进了前方笼子 我才知道 我也是挺有未设立的 当我出去再一看删除 我的知情性瞬间爆跑了 那家伙给删除吓的 完全的不敢动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吧 所有狗子都逐渐的 恢复了正常 赞厨呢 还是很害怕 不准动啊 就在那儿 让你跟他打架 最后呢 做一下主题 表面上觉得 赞厨是大哥 欺负小孩 其实呢 这是他们关心好的 一种表现 表面上元宝不关心钱包 而事实呢 元宝也是在意钱包的 我今天才明白 狗子们的世界 和人的世界一样复杂 我没有视频内容 眼睛白天羊 眼睛白天羊发个日常 不打不行吗 不行 别睡觉 一会儿吃不饿 闹口坤宝宝 став押 要不就闹娇来了 你闹娇的把闹ド到我来 啊啊啊啊 一眼不会笑 谁叫孩子 能想吹 apples 我有五分配合 Bapt 是不是 你记住 你 lived there 为啥呀 谢谢 虽然一天 除了威胁我 就是气我 给我气的呀 这牙疼的 都受不了了 你不是眼神痍 真的 还说我牙疼是清高倩的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她牙疼不疼 疼不疼 后来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我就开了很久的车 去看看我的小牙 就已经长了 到时我正躺在这块 等待牙医给我致病的 我就受到了血缘的危险 她全程都在笑话我 我想问一下 就你里面那颗牙 就是长了两颗 然后就对的那么早 她们说了什么事 你没跟她说 你说我原先 我们牙中间还长了小牙 后来打溜了 从这所出来 天空竟然下雨了 然后我就找了个地方 至时我就接到了 自然的电话 啊 不疼啊 自然回来呀 我说我还不疼啊 挺响 就是挺响 这啥最高好 挺响 放出来 三三来词所以 她说你帮你去 你来干我了 快点干我了 还吃牛肝呢 就牛吃牛肝炸的 太硬了 还吃牛肝呢 我一会你早上老 老蟹来的 我在那个 嗯 上女院 那牙床还用上女院呢 我说像他巴似的 这是你码远花 你家你巴似的 谁说现在你俩一块小伙吧 没有 你看你乐的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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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管的 我压我 哈哈哈 我不得三十岁就没有牙吧 太热了 你看美的 你看是吗 不行 你刚给你美的 哈哈哈 这么吵 你刚给你美的 是呀 你 你压出豆腐 干嘛 我咋呢 我牙床就不想要再压了 就粘我 吃哈呀 那你的牙床不吃哈怎么办 忙都死也了 一直吃哈呀 什么意思 吃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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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刚才你还我 现在笑话 上午就要吃了 为什么 我管你 要咧咧咧咧做 是呀 哦 我正过不了 嗯 我的牙匠还 你还吃牛的 我那天 你在睡觉 你脏 你脏嘴 我都闻着味儿了 你还吃那吃牛吧 压了啊 那么大块 那么久你都压了 从阿尔玛 现在的行为 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一个 非常热爱生活的狗 它总是能在 无聊的生活当中 发现一点点乐趣 并且对这个事情 都十分的积极 但其他狗子 都很平静 它却总是 那么富有热情 它的这种热情 让其他狗很高兴 很多时候 我都看不明白 它为什么要这样 究竟是什么 它吸引了它 就像是我刚才说的 我真的无法理解 它这种行为 真热情 我真的无法理解 它怎么开了 哎呀阿尔玛 哎呀阿尔玛 你还 hydraul意 你爸爸 别 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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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哈哈哈 对啊 不要 阿尔玛 这种热情呢 不只限于对我的家人 对陌生人 也是十分的积极 面挂 当隔壁的大爷 我们送来了种子和散菜 其他狗呢 早已经安静下来 阿尔玛呢 就不一样了 他一直会把这种热情 持续到最后 那种尖尖的狗叫声 太符合阿尔玛的性格了 狗贱阿尔玛 阿尔玛 为马选 当时我跟这大哥说 越离阿尔玛太近 因为我也不确定 阿尔玛会不会要人 在他45天的时候 我们就搬家了 所以阿尔玛从小到大 几乎是没见过陌生人 而阿尔玛今天的操作呢 不仅要我非常生气 还觉得很丢人 他从这个窗户 直接跳了出去 然后坠上了这个小伙 幸虽我及时赶到 不知道接下来 阿尔玛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当这个小伙儿走了之后 阿尔玛对他那是一一不舍 在门口一直看着他 我把你皮给你摘掉他 当我抓住他之后 把他硬托到了门口 他一直在给我俩反抗 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视频 我就没拍 最终呢我制服了他 让他乖乖的在这块等着我 一个手呢把门打开 另一个手呢抓住他的脖子 然后很顺利的把他撵了进去 你知不知道 今天发生这件事我非常来气 你怎么还好想睡觉呢 你咋从来不对我那么热情呢 还出现罪人家 关于这个胃头条呢 我看了一下回复 基本上是一半一半 那咱们就下次再找个理由 揍阿尔玛吧